繼續來關心2024總統大選 鴻海創辦人郭台銘 昨天正式宣布參選總統 因為他沒有政黨推薦 接下來將會展開連署 爭取參選資格 而他說會出來參選 是為了整合在野力量 選在總統府對面的張榮發基金會 郭台銘二十八號正式宣布參選 二零二四總統 並且表示會展開連署 他除了喊話下架民進黨 還表示要代表主流民意 整合藍白兩黨 甚至表態若當選 中共拿鴻海施壓 願犧牲個人財產 換取台海和平 至於副手郭台銘心裡已有人選 會找時間請益 面對泛藍整合失利 侯友宜強調一本初衷 勇往直前 民眾黨則說 會盡力整合 柯文哲主席這邊 他依舊還是目前民調最高 最具實力的在野參選人 所以我們還是持續努力 建立了整合 郭台銘宣布參選依選罷法非經政黨推薦 法定連署門檻為最近一次立法委員選舉選舉人總數1.5% 2020年立委選舉共1931萬1105選舉人數 合格連署書至少需達289667份才可登記 記者歐榮張梓佳綜合報導 字幕提供